那对于这个磁像量模型啊 它跟咱们深度学习能跟咱们有什么挂钩呢 咱们在这里啊 谢谢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一会儿啊 咱们要基于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去做一些事情了 谢谢大家啊 就是概述一下 咱们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任务啊 我们该怎么样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一个建模呢 咱们之前啊 是不是讲过了一个ngram模型 在那个ngram啊 就是咱们统计那个词频嘛 统计词频的时候啊 有一些问题啊 一会儿给大家来对比一下问题 咱们先来说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对于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啊 咱们先暂时给它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输入层 这个输入层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有一些词 比如说我今天要打篮球 我现在要预测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输进来三个词 我今天下午打 把z我今天下午打咱们四个词输入进来之后 我想让神经网络模型去预测一下 打什么东西啊 就是要预测一下 后面接什么值 咱们暂时举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说呢 咱们输入词什么 咱们输入的词啊 是对于咱们每一个词吧 我们来看 这是w1这个词 然后呢 我这是w2词 今天w3啊 下午 比如说我就输入进来三个词 三个词输入到咱们中间的 输入到咱们第一个词咱们输入词当中 然后呢 第二个词啊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投影词 这个投影词的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你不是输进来三个词吗 那这个三个词啊 它是不是一个整体的含义啊 不是单个的吧 它是有这样的逻辑关系的 所以说呢 三个词说进来之后啊 我要对这三个词 进行一个首尾相连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 这是w1 这是w2啊 这是w3 我要把这三个词啊 给它组合在一起 那这三个词啊 其实在这输入的时候 我们也暂时给它初始化成一个向量的格式 然后呢 在投影词的实化 我们把这个向量给它拼接在一起 嗯 初始化向量啊 就是说 在这里我们对于每一个词 其实呢 我们可以先随机的初始化一个向量 然后呢 通过这个神经网络啊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优化求解了 一方面我们求解的是神经网络当中的一系列参数吧 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解的是咱们的一个输入了 就是说这里啊 其实跟咱们传统的神经网络是不太一样的 传统神经网络是不是说 我们只需要就是求解出来 嗯 比如说咱们的输入层跟咱们的隐层 隐层跟输出层之间的一个参数是什么 咱们又优化的是个参数啊 但是呢 在咱们现在啊 这个word to vector这个模型当中 对于我的一个神经网络 我要优化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的输入啊 输入啊 相当于是一个副产品 也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优化迭代的 最终优化完啊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磁像量了 这是啊 中间的一个投影层 要把我的一个输入啊 进行首尾的一个拼接啊 WE W2 W3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整体的对待了 然后呢 中间的影层还有输出层啊 就跟之前给大家讲过的那些传统的神经网络啊 都是一致的 这咱们就不说了 WU啊 这个PQ 等咱们一会儿用到时候再说 它呀 就表示着咱们神经网络当中的 咱们就把它啊 当成是中间的影层跟影层的参数 影层啊 跟输出层的一个参数啊 暂时就可以了 那对于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吧 它的每一步的一个 每一步都是什么东西 首先呢 来说一下它的一个训练样本 咱们要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啊 咱们是要训练一个逻辑吧 训练一个逻辑就是说 你要传进来的是一句话 比如说一句话当中 我今天下午打篮球 把我今天下午传进来 要预测一下下午你要干什么啊 预测一下下一个词是打的一个概率值 咱们要预测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咱们的一个训练样本啊 它就包含了前N减一个 这里呢 我们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 就是你可以指定一个N值 咱们把这个N值啊 比如说指定4 一共有4个词 那你可以指定成前三个词都输进来 那这里是不是说 刚才我说了 前面的一个输入层 它里边都是一个项链啊 你需要指定好 它每一个词项链的一个大小 假定呢 咱们暂时啊 给它指定成一个M 每一个项链啊 它的一个大小都是等于M的 然后呢 这就是啊 我的一个训练样本 训练样本啊 它是每一个词啊 都是一个M大小的一个项链 然后呢 投影层 哎呀 投影层是不是说 我要把前面这样每一个词啊 给它拼在一起了 首尾拼在一起 拼成一个大项链 每一个词是M 一共有N-1个 所以说 它的一个大小是一个N-1 乘上一个M的吧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投影层 中间的影层啊 影层就不用说了 咱们要做这样一个 参数计算啊 影层 咱们之后再说 然后呢 输出层 输出层啊 就是说 现在你是不是说 你输建了一个样本 那你预议这个样本 后面你要接什么词啊 你要接什么词 它表示的就是说 当你的一个上下文 比如说训练样本 咱们是上下文 给它传进来了吧 那我下个词 恰好为词典当中 第一个词 比如说 第一个词的概率 第二词的概率啊 第N个词的一个概率值 这个啊 是我想预测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也可以给它指定成一个label 指定成一个label之后 是不是我就可以定一个 损失函数了 然后呢 让我的样本去不断的优化啊 其实啊 我们已经是知道了 我今天下午打啊 要打篮球 然后预测一下 下午打篮打 那个词的概率 或者说预测一个篮球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 让我的神经网络 不断的进行优化 优化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调节啊 我的一个权重的参数 层和层之间的连接的那些参数 以及呢 我们接下来还要调 咱们的一个输入 那这个啊 就是咱们一个整体的神经网络啊 它每一层都是什么东西 最后呢 对我这个啊 就是分类层 咱们通常不是连那个softmax嘛 也就是说啊 在这里啊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个规议化啊 规议化比较简单 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啊 就是咱们一个整体的神经网络模型啊 它大致的样子 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基于这样一种 基本的神经网络模型 给大家提出来几种算法 用这些算法 咱们就给大家详解一下 怎么样用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帮咱们进行一个求解 我们要求解成什么来着 我们要知道的是啊 每一个词的一个词项量吧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词 我都要求出来了一个东西 它用什么样的项量 能进行一个很好的表达吧 所以说啊 接下来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基于这种神经网络模型 去求解啊 每一个词 它的一个项量是什么东西 那咱们在求解之前啊 咱们先来说这样一个事儿 就是说 关于咱们的一个神经网络模型 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啊 基于那种传统的统计模型 我们不能做吗 好像也能做吧 那神经网络模型 它的优点是哪啊 我们来看吧 对于一个词项量来说 比如说我这里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我今天去网咖 第二句话是我今天去网吧 那对于同样的两句话来说呀 假设说咱们对于那种 咱们N-Ground模型 咱们不是统计词频吗 那这一回啊 肯定是S1出现的概率 要大于等远远大于S2吧 为什么 因为S1里边 这个网咖我出现了1000次 网8只出现了10次 所以说我认为 S1这个模型更可能出现 S2这个模型更不可能出现吧 所以说在接下来有预测的时候啊 咱们大概率都会预测成 我要去网咖 而不是说我会去网8 但是呢 咱们来想一想 其实啊 这个网8和网咖呀 不是一个含义吗 那对于一个一个含义来说 相同含义啊 没有相同对待 为什么 因为它出现的次数不同 但是呢 在咱们神经网络模型啊 就不会这么去计算 神经网络模型啊 算完之后 它会发现 你这个网咖跟网8走得很近 所以说 算完之后啊 会咱们说出来啊 这个PS1啊 约等于PS2 因为呢 网8和网咖啊 我们算出来 它的一个项链啊 空间是类似的 所以说我会认为 这两个词 这两种句子啊 出现的一个概率啊 也是近乎相同的 所以说啊 神经网络啊 它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啊 它就会给咱们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答案了 比如说 在这里 同样一句话啊 一只猫在房间中跑 一只狗在附生人跑跑 那这里啊 比如说 其中就是 这个狗可能出现100次 猫出现了一次 那这里是不是 其他的句子 都出现了上万次 比如说 其他句子都是 一万次 两万次 咱们出现的夸张一些 然后这个句子啊 出现的比较少啊 有都是1000次吧 那这一回啊 就是说 只要其中的一句话 如果说用之前统计模型 那肯定这两句话 是不一样的吧 但是呢 神经网络看来 这两句话 它是一样类似的 所以说啊 它会把这两句话 加在一起 也就是一个2000 那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只要语料库中 出现一个句子 那另一个句子啊 出现的概率值 也会相应的增大 这里呢 就是说 狗在房间跑 猫在房间跑 可能神经网络看来 哎呀 都是有动物在神经跑嘛 那有东西在房间跑的概率啊 就不至1000啊 它的出现的频率 就可能是1000 再加上1000 等于2000了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神经网络模型啊 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也是说啊 咱们为什么要用 神经网络模型 进行一个求解 因为呢 在神经网络模型当中啊 我们一方面 可以得到词语之间的 一个近似的含义 另一方面啊 咱们求解出来的空间啊 它是符合啊 咱们真实的一个 逻辑的一个规律的 那么现在呢 给大家说完了啊 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啊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 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用这个架构啊 来真正的进行一个 Word to Vector模型的建立了 好 好